在书中我们看到很多名家 给你的书提了很多字和词 就比如说熊培云有一段说 落心之美不仅在于他时刻以娱乐精神济世 还在于他死里逃生之后的觉悟 死里逃生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可以在今生遇见来世 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培云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我也特别喜欢熊培云的文字 所以他的每本书我也也是经常会买 他应该是我跟我精神沟通最近的一个朋友之一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人 我相信熊培云对我的理解 是超越了我很多其他的朋友 比如说今天由于我经过这世生死 我会对很多人看得淡然 比如说我对过分的物质生活 我不是特别在乎 我对那种非常激烈的人事之间的冲突 我也不是特别在乎 因为我想遇到过生死的人 就不会斤斤计较于那种 蜘蛛必较的争斗笼 他可以再跳出来 还有一点 由于我经过这生死 我也不会对我自己的个人名誉 或者对我的个人的某种要一样装相做事 装上来的某种那个样子就特别在乎 所以我说我别 你也有被捅完了以后 你也走不动道的时候 你也得吃河拉萨 你也就是一个普通人 经过生死的人越来越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很渺小的位置 去看待这个世界 就像是一个旅游者 他走了很多地方 之所以旅游是重要的人生的一种体验 是因为只有旅游者才能够让你知道 你在这个生活当中 你是一个沧海之一宿 你才能够知道世界之大 你才能够懂得敬畏 当然对我今天的生活来说 我觉得经过生死以后 会让我不那么较劲 我会开始习惯于用某种娱乐的方式跟别人去沟通 就你别太端着 那是不是就是你选择了这个 除了新闻评论员之外 再去主持娱乐节目 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想法 娱乐节目我得跟你坦白地说 不是我自己去选择的 是领导去给我交换的 但是我没想到我自己做的还挺好 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更好的心态 我为什么不能帮助人家去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 虽然我可能没有机会去再结婚了 但是这些人 毕竟他希望还能够找到一些求爱或者是恋爱之道 我通过我的过来人 我给你告诉点经验不好 而且我也还那句话 我这个经验不是唯一的 不是那个完全的真理 我只跟你提起来建议不行 这样的话你就会跟对方是一个平等交流的过程 那新闻评论和娱乐主持 这两者之间你如何区分他们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 两者都有共同处 它都是在重新一项传播 我在这书里面曾经有八个字 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最大题目 叫传播无效等于无聊 就是您自个儿做娱乐也得做得有效果 你得考虑到观众 你做新闻的分析 你也得考虑到观众 你要给观众足够的思考的空间 你要尊重你的观众 我们老说以人为本 什么叫以人为本 我们今天大伙都是以我为本 我做东西必须得让别人看 我自己设计的东西一定是别人才喜欢的 编辑部的意图一定代表公众的意图 错 你为什么要这么去考虑 你要去试探 我拿一个东西来你看看观众是什么反应 观众有没有反应 观众反应好和不好 所有天生 所谓的舞台上的天才 所谓的天才 都不是真正的天才 都是长期跟观众互动当中 去获得的某种认知和感觉 他其实更尊重他的观众 我觉得做娱乐也好 做新闻也好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的受众 看的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愿意跟他沟通的有效 你就不会自说自话 你不会变得面目可憎 你不会一天到高顾见你去教训别人 你就更容易跟别人成为朋友 我觉得刚才通过你的 对 走了 走了 我本来想再问一个问题 没想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觉得 刚才在和你的对话当中 我了解到你不仅是作为一个主持人 同时你作为一个政协委员 非常具有政协委员的那种社会责任感 所以在你的书中经常我们可以看到 你提到的一个公民精神 那你认为理想的公民精神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理想的公民精神 我觉得有两个方向需要去把握 一个叫自律 一个是他律 他律你就要遵守法律 既然法律给定下来 我觉得真正一个公民就是需要去 你还真别说说 这个东西这规则我们不遵守 我们自个再来一个 我认为既然有现有的法律 我们还是尽可能尊重这个法律这位主 因为你这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就是我知道我和他人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还有一个就属于自律 自律是呢 当然除了你这个自个儿要在自个儿 有点道德修养之外 因为你要不守规则 本身也是对一种公共资源的侵占和破坏 我们老说外来人口多 是把上海的公共资源给占领了 上海本地人就没有破坏过上海的规则吗 你开车你到处一天到晚穿上去的话 本来一条很好的 它的通行效率很高 但如果你到处穿上去 你使得整个公共资源被侵占 效率就降低 所以日本东京六千万人口 上海两千三万人口 日本东京的车辆比上海还要多一倍 东京为什么不堵车 它的道路交通情况 其实可能比上海还要差 但是有一点守规矩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自律还包括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就对公共事物的有点参与 你就公民跟市民有一点不一样 市民是只管自个儿家里的事 这个公民呢 其实要关心的事呢 除了有家里的事之外呢 你还得关心点国家跟社会的事 但这个社会事 我得特别给大家提个心 你别老关心那个 跟你特别远的地方 说这国家又闹罢工了 那国家又出现那个 什么这领导人又被更换了 您业主大会您参加过吧 你小区的业委会主任是谁 你知道吗 中国人很奇怪 就是经常是叫关心 家以下国以上的事 自个家里的事搞得特清楚 国家以上的事搞得特清楚 其实跟他自个儿 真正相关的公共空间里面的事 他根本都不管 哗 随意吐口台 帮扔了这些垃圾 他觉得无所谓 业主大会不去参加 自个儿这个小区的公共事务 不去管理 就一天到晚还在骂 你看国家为什么不去管 是你自己放弃自己的很多权利 我觉得中间的公共空间 如果你周边那个环境 你如果 这个大事做不了 小事这不限 我认为 开始从你的 收编的公共空间 公共领域事务的参与 和你权利的维护 先开始 别谈那么大 那么大离我们太远了 所以我觉得洛欣一直在思考 我们这些社会的很多问题 关于新城旧城等等 人口问题等等 我特别赞同你对电视的 一句描述 你说电视现在非常注重收视率 但是电视应该说是一个 人生价值观的一种传播 同时我最后想用 你在书中提到的 就是你说有一个 易凯资本的CEO王染 给你写的一条微博 你说其实针对他写的 我觉得也是针对我们 所有的各电视的人写的 他说 奥普拉告别秀 在他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他不像婚外恋 和私生子等 这种非主流的东西妥协 所以他坚持在节目 倡导精神层面 做最好的自己 然后你认为这是写给你的 我觉得也是写给我们所有的人的 是 你就想想这是我父亲 在我小的时候 他所说的叫天空当中的一束光 对 谢谢 非常感谢 希望你能够成为这束光 永远地照亮着大家 谢谢张远 谢谢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再见 再见